Hello 大家好 我是Dor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拍片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跟大家分享過的一個 topic 就是關於名牌的東西 大家看到我拍這類型的影片 可能都會覺得 Dora也開始買名牌了 好像買名牌是一個大趨勢 但我自己覺得買名牌 這不是一個潮流 是不應該因為人家有 你也會覺得很想要一個 這不是一個必需品 純粹是一個 當你有經濟能力 可以負擔 會令到你生活上增加一些 開心、幸福的一個小物品 所以我覺得要買名牌袋 買名牌的東西 如果你不是為了別人對你的眼光 而是你純粹個人 真的很喜歡那樣東西的時候 而你經濟是負擔得到 我覺得就算你買也不是一個問題 我們都是辛苦賺錢回來 將我們的淺錢 變成我們喜歡的形狀 好了 回到正題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四個買回來用過一段時間的名牌錢包 當然這四個都有一些優缺點 每一個都是因為有一些缺點 如果我接受不了 我才會換另一個 直到換到最新的 我真的覺得 幾乎是完美的錢包 而且我覺得它是幾乎零缺點 我用了幾個月以來 我都很滿意、很喜歡 所以我就想拍這段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錢包這東西 我覺得是名牌的一個人門級產品 如果你真的想買一點東西 獎勵一下自己 但又不想到手袋慢慢發那麼貴 我覺得錢包也有一個不錯的選擇 首先第一個就是 CELINE的錢包 我買的時候 我記得是有一個盒子 但那個盒子好像被我丟掉了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防塵袋 我買的就是這款 三折的錢包 大家看到它的樣子 其實真的有一點殘 但我用這個錢包只是用了半年 其實我當初是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才買 因為都是我人生第一個比較貴的名牌東西 當時我的要求就是要 輕巧和小一個 因為我喜歡的錢包可以一手掌握 不需要很大 當時真的找了很多資料 我覺得它是很符合我的要求 而且我買了回來之後 我真的很喜歡它 因為它這個 CELINE的顏色 是我很喜歡的奶黃色 而且我用了半年 其實它的顏色都沒有變得很厲害 貼邊邊角角都沒有什麼 而且這個錢包我真的很粗用 所以它其實也耐用 首先前面就是 扣扭打開 然後就可以放到一堆散紙 而且這裡是有一個卡位的 裡面就是有一個大的紙幣位 但是它這個紙幣位是這樣的 就是它不是封死了 所以你的紙幣有時候 如果你太多的話 它會在這裡漏出來的 有好處又不好處 好處就是 可能有些長一點的單 或者是你不同國家的紙幣 它都可以塞進去 不好處就是紙幣很容易凸出來 如果你有一點強迫症的人 應該會很難受 然後它就有一個卡位 兩個卡位 最多最多只可以放到4-6張卡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後來會選另一個人包 後來卡已經不夠安裝了 首先我想說它的優點 它的優點就是 真的很小 很輕巧 比iPhone還小 但我袋裡也不會壓很多位 第二個優點就是 它也算是耐用的 因為它是牛皮 很難才會刮得爛 說真的我是一個挺粗魯的 放在袋裡我沒有特別愛惜它 雖然它看起來好像很殘舊 但其實它的邊邊角角都很完好 只不過是因為它淺色的問題 所以它看起來好像很髒 而決點方面就是 它的容量真的有點小 它只是放到幾張卡 它那個卡的位置其實不是很有彈性 你就是擲得入 但你拔出來的時候 要花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拔出來 而且後來我覺得它那個紙幣的位置 真的不是放到很多東西 很小的紙幣就已經是賺到好賬 而且它那個鈕是拍不到的 去到後期 我家人包的長期處於一個 三人埋和賺爆的狀態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使得我想換了它 而最後一個缺點 其實也有一點點是我自己的問題 就是我不應該選這麼淺的顏色 淺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但它有一個問題就是 可能因為壓力和磨擦 它那個拍鈕 還有一些比較邊緣的位置 它是有一點點深色了 你是會看到一個紅色 我有特意拿去專櫃那裡 他們都說其實是處理不到 也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它那個CELINE的字 它也有垃圾 它本身是金色的 但現在就變成了母色 不過仍然看到CELINE這個字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個錢包 只是適合一些 你真的很少夜裝 很少帶錢出街 很少cut 而你又很喜歡一個輕巧的錢包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大容量的人 就千萬不要選擇它 下一個就是DIOR這個Monogram的卡住 這個卡住是我男朋友送給我的禮物 其實我沒有淘汰到它 還在用 只要我真的包袋側著我的錢包的時候 我就會拿它出街 我用了這麼久 我還是很喜歡它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圖案真的很漂亮 而且這個卡住在今天這麼多個裡面 唯一是一個沒有加價的 首先它這裡有一個大格 可以放一些紙幣 單 可以塞到鎖匙 我經常都會把這條鎖匙塞進去 而且都可以放到多少卡 試過最多放到三張 然後這裡有一格兩格 但因為它的彈性比較大 所以它每格都可以放到 兩三張 所以其實這個卡住 看來好像很小的很薄 它是安裝到很多張卡 六至八張都是沒問題 很實用的卡住 首先就說到它的優點 它的優點就是很耐 因為它不是羊皮 而且它這個是編織 所以其實都很耐用 你這樣刮它 也不會有什麼損傷 而且它的顏色比較深 加上它有做一個復古的感覺 所以其實它很耐髒 我也真的很不顏色 但它看來還是很新正 後面印的名字 Kristian Dior 都沒有掉色 第二個優點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它真的很實用 可以放到很多張卡 它都沒有什麼缺點 但如果硬要說的就是 它後面的皮因為比較亮 所以好像我這些有樓指甲的人 其實是有一點容易刮花 但因為它深色皮的關係 所以就算刮花了 你只要不是特意這樣 很仔細看 都不會很閣眼 所以我覺得也不需要很特別鏡 親著它用 而且我用了幾個月 它的邊邊位 各個位都沒有脫皮的狀況 都可以挺粗用 而且我之前一直都很擔心 它這個編織的布 它會起毛粒 但是我用了一段時間 它暫時 Touchwood 它還沒有起毛粒 還是好像新的一樣 所以這個卡住 其實真的很漂亮 我也很喜歡 下一個就是 萬眾期待 每一個女生都很想要的 Dior Dior 之前Chanel 其實我是很幸運 還有機緣巧合家才可以買到它 大家都知道近年 Chanel真的越來越難買 我自己也有一些Chanel的袋子很想買 但是我這些 迷你客 真的沒有可能買到 那我就有一次 真的很幸運 就買到這個錢包 這隻顏色 就是去年9月10月左右 Chanel的顏色 是一個墨瓜綠色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這些 這個Macalo的色系 買了這個Chanel 都得不到教訓 然後我硬一定要買一個 這麼淺色的錢包 但是我最後不喜歡它的原因 不關它的顏色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麼買到它 是不是傳說中買這些 錢包仔 卡住的都一定要有消費紀錄 以我的經驗 這些SA是不會 很直接了當地跟你說 我們這裡是需要賠貨 或者一定要有消費紀錄 但是我自己覺得 它們給我的感覺就是 如果你想買一些比較熱門的手袋 它是應該要配一點點貨 而且如果你買這些錢包 都是比較熱門 Sesonal的顏色的話 如果你有消費紀錄 是比較好 因為那時候買這個錢包之前 我有買過其他東西 我有幫我朋友買過手袋 也有自己買過一雙耳環 那時候我就很想換錢包 我就進去問他 然後那個SA 第一個就問我 小姐可不可以給你電話給我 我去檢查一下 那時候我就知道 嗯 這就是傳說中的 看看你的消費紀錄 然後他買了一盤 黑色的卡住的錢包仔給我 那當中包括這一款的 黑色牛皮錢包 金銀扣都有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黑色 然後我就問他 我想問有沒有其他顏色 他很砍釘鐵刺 這樣跟我說沒有 然後我就很失望 打算走的時候 我就繞了一圈 誰知就被我余光 看到客人的桌子 上面有一個 閃閃發光 一個綠色的錢包在上面 然後我立刻問那個SA 我想問那個錢包 是不是那個客人留了 我可不可以看看 誰知那個客人真的不要 然後我就得到這個錢包了 所以我買這個錢包 純粹是真的很幸運 剛巧我看到有個客人 他在看他不要而已 這個錢包我都用了半年左右 我才換另一個錢包 它也有它的優缺點 首先我想說它的優點 其實這個錢包 它的外觀真的很漂亮 我每次拿出來的時候 都覺得很賞心願目 第二就是因為它也是牛皮 就算它比較淺色也好 它也算是比較容易打理 而其次就是它的容量真的很大 它有六個卡位 但是這些卡位 都是比較有彈性 所以放兩張卡都是沒問題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大的紙幣位 紙幣位的前面 是有一個可以給你放東西的位 因為我有儲單的習慣 所以我這裡就會放紙幣 下面這一格比較小的 我就會放些單進去 所以整個錢包看起來就會很整齊 紙幣還紙幣 是單歸單就可以分開放 而且它真的放到很多很多 有時候真的放到東西很盡 它都可以拍到 所以它的容量真的很大 很實用 然後它後面就有一個省紙位 這個省紙位又是一個小黑洞 有時候我的省紙是多到 可以給一頓飯錢 就是四五十塊 但是它也是完全能安裝 因為它旁邊這裡是可以這樣賺開的 如果你不喜歡長錢包 但是你有很多東西可以安裝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挺不錯的選擇 然後缺點那方面就是 可能因為它真的給你裝比較多東西 所以它的尺寸也真的有點大 大家都看得出來 其實它有一點 差不多好像正方形一樣 你看到它是比我的手掌大 對比我這個CELINE 它真的大1.5倍 也真的挺大 而且如果你裝得比較多東西的話 其實它也挺重手 好像拿著一本很小的書出外 真的很硬 有時候裝一些比較小的袋 其實它已經押了半個袋的容量 真的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後來我已經轉用卡住 甚至是很少很少用它 到現在其實我還是很喜歡它 但是我真的很少用 因為真的太大了 另外一些小小的缺點 就是雖然它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用過都是牛皮錢包 比較上它沒有那麼耐用 因為它比較容易脫皮 還有這些靈格是不是很漂亮呢 它這麼標準的靈格 如果你有些東西押著它的話 它是會黏的 不一定可以好得翻 所以如果你是有一點完美主義者 真的不建議地用它 或者你可以買一個 供奉在桌上 每天欣賞它就算了 它的設計真的確實很漂亮 最後一個錢包 就是我現在一直都在用 還有我暫時到現在 都還是很滿意的一款錢包 就是Dior的Monogram的三折錢包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的圖案 覺得這個卡住室 真的滿足不了我需要 因為我真的很需要放一些紙幣和省銀 所以我就決定買這個錢包回來用 買了那麼久 用了那麼久 還是很喜歡很喜歡 其實我多初買的時候 都掙扎了很久 因為我看到它有新的奶茶色 奶黃色 很漂亮的淺藍色 淺粉色 然後我就想起我這個錢包 它真的很容易髒 所以我就決定忍同放棄 那些這麼漂亮的顏色 最好都是選這個 它真的很近髒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比較造舊 還有一點點Vintage的感覺 所以就算你真的不小心弄髒了 都沒有人會覺得它弄髒了 而且它這個設計真的很漂亮 我很喜歡它這個D字 首先它就是這樣揭開 然後它的蓋子就像它的袋一樣 有一點點乾型 不規則的形狀 是比較特別一點 就有一個大的紙幣位 裡面就有六個卡位 還有後面其實它這裡也有一個卡位 然後它的省紙位就是在這裡 因為它也有做一個風琴式的設計 其實它可以賺到很大 也可以裝到很多省紙 因為它也是一個又漂亮又輕巧又實用的錢包 它是我用過這麼多款錢包裡面 最薄的一款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Celine的 Chanel的 但我現在這個已經是裝了東西 Chanel這個還沒裝東西 它真的挺薄 所以拿上手完全不會有負擔 而缺點方面 我覺得如果硬要說的話 就是我一開始用它的時候 有點不習慣 因為它這個啪扭 一定要對得很準很準才可以啪扭 像Celine這個一樣 其實你是隨便也可以啪扭 你不需要特意看著它才可以啪扭 但是Dior這個 有時候你要看著它對正的啪扭 才可以啪扭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點麻煩 而且它Dior這個裝飾是會動的 所以如果你啪扭的時候 其實它有時候 就是硬著了 你就要特意用手這樣 剔開它 才可以再啪扭 有一點點麻煩的 但我覺得 又不至於麻煩 令我討厭它 所以直到現在我用了這麼久 我還是很喜歡這個錢包 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樣 很喜歡Dior的這個Pattern 你對錢包有一個很高的要求 我覺得這個錢包真的很實用 真的買完了不後悔 而且這款錢包 是我今天這麼多款裡面 加價加最厲害的 我買的時候 它只是4600 現在已經是5150 足足加了550元 所以大家要買就趁早了 它只要越來越貴 好了 所有錢包都已經介紹完了 其實每一個都有它的 有好有壞 因為我覺得真的要看看 你自己個人的需要 要去選什麼錢包 不過唯一的共通點就是 真的不要買一些淺色 我知道 真的好漂亮好漂亮 但如果你買了的話 就一定要抱住一種 一定要弄髒了它的心態 真的會心痛的 我第一次看到它刮傷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少了幾百元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按讚 還有訂閱、按讚、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出現 拜拜 點讚 是 雙簽